就是 剛剛是單向的你就輸出結果 可是問題你怎麼跟使用者互動 互動的話你必須要建立一個interface 讓他做一些填寫的動作 那我們要怎麼做設計 實際上就是你直接開啟那個基本資料這邊把它打開來 畫面上面呢我們就根據剛剛所講的比如說我今天需要取得他幾個訊息 包含就是 姓名所以這邊的話給他一個叫textbox 從這邊textbox有沒有 直接拖拉過來就可以 拖拉過來之後呢只要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這個名稱的話通常我一定會改的就是他的id id的名稱我命名方式就跟上一題一樣 前面加小寫tst tst就是 他這是一個testbox 的一個 前面就是一個testbox後面的話 先大寫然後再一個他的 這個 這個裡面要放什麼就是個name他的名字 然後一樣年齡的話就是再加一個什麼 tst d edge 就是這個地方是放他的那個 他的年紀 再來以婚未婚 那特別注意這個radio button 比較特殊 這個radio button 你拖拉過來之後要改幾個地方 特別注意 上面的訊息 一定是 在那個標籤屬性裡面叫哪一個呢 屬性一定叫test 這個 顯示的東西 那除了這個上面顯示的東西之外你還要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他的id 我把它叫rb01 那另外就是rb02 這樣子 另外還有呢 預設只是 預設值就check的 就是已經預先已經 一定 二選一嘛 那我預設就他就已婚的 那如果未婚他再把它 點到未婚去就可以了 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比較重要就是 這個 這個 那個group name 這個一定要加 也就是說這兩個一定要是一個group 那怎麼樣變一個group 就是 group name 就是一定要 取一樣的名稱 比如說我這邊 先取一個叫m 這個 預設值就是m 這個m 比如這個地方就是m 然後呢 另外一個 未婚的部分呢 也一定要這個group name 一定也要是一樣的名稱 如果你兩個名稱不一樣的話 或者裡面的名稱沒有設定的話 那他就會變成多選 他一定不會單選 特別注意 一定這個地方 未婚的話呢 改一下未婚 另外check的這個地方false 因為只有一個是true而已 好不然兩個都 兩個都 兩個如果都true的話 就會產生錯誤了 ID的話呢 就是rb02 我想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這界面 再來年月日 當然 我覺得這一題我們簡單一點 將來如果各位有 已經做完之後可以試試看 用jordownlist試試看 不過初期的話我想我們就用testbox 就是在這個地方年月日用testbox 1 2 3 三個一個是年 年年的話我給他名稱叫 TST year 然後在month 再來是TST day OK 那最後呢再加一個 按鈕 上面的話呢名稱叫 BTN01好了 然後呢他的 上面的 顯示叫確定 就完成了 那 最後的話呢 把它全部儲存 再來就是程式撰寫 那 我已經有畫面了 再來我怎麼樣取得 使用者的訊息 並且把它先respon出去 確認說 你的填的資料到底是否正確 如果是正確的話 再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不是的話呢 那就重新再填寫一次 類似像這樣的互動方式 我想各位第一個先把這個畫面 先做出來 好了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這個命名名稱 我想大概也稍微 稍微記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命名 也OK 好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